据法新社报道 伊朗一名高级将领当地时间24日 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透露 德黑兰仍想杀死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和前国务卿蓬佩奥 为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遭美军空袭身亡报仇 报道称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 阿米尔阿吉哈吉扎德在电视上直言 我们希望能够杀死特朗普 蓬佩奥麦肯锡 以及夏达命令杀死苏莱曼尼的军事指挥官 此外 哈吉扎德当天透露 伊朗现在已经具备在2000公里距离上 打击美国船舰的能力 他还说 我们设定这个2000公里的限制 是出于对欧洲人的尊重 我们希望欧洲人能让自己值得这种尊重 据悉 伊朗国家电视台24日 播放了伊朗新开发的帕威巡航导弹 在击中目标之前低空飞行的画面 据介绍其射程可达1650公里 2020年1月3日 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 空袭伊拉克巴格达机场 造成多人死亡 其中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 精锐部队圣城旅指挥官 卡西姆·苏莱曼尼 事件发生后 伊朗国内反美情绪高涨 哈美内伊誓言进行严厉的报复 引发全球对于美伊紧张局势的担忧 在苏兰曼尼死后第五天 伊朗发射弹道导弹 对两处驻伊拉克美军基地发动报复打击 伊朗国营电视台宣称 击毙80名美国恐怖分子 并摧毁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 美军则宣称 伊朗射丢四枚导弹 其余11枚导弹 没有造成人员损失 但未透露财产损失 路透社称 伊朗领导人经常通过强烈措辞 誓言为苏莱曼尼报仇 上月3日是苏莱曼尼遇害三周年 据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 伊朗总统莱西当时发表讲话称 该国肯定会为其报仇 去年11月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表示 伊朗将永远不会忘记苏莱曼尼之死 并以重申 德黑兰仍然致力于复仇